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的《香港人家書》 老鱷和老總就在加拿大會合了 老總 你好 是啊 真是歡迎你再回來 我在香港都是碰碰碰過 自出自入而已 所以很多人都說 怕怕怕怕 怕什麼 怕只是關心而已 關心而已 不過沒事 大家就開心 那麼回到這裡 我們來到一個列治民的 南邊的一個公園 這次就見到 整個景象很疑和 是啊 一片舒泰 整個環境很和諧 綠油油 現在春天完了 就夏天了 起碼不用帶這件事 是啊 真的在香港裡面三十幾度 每天這樣帶著那塊東西 真是人都瘋了 濕熱 經過現在這個五月節 是不是有什麼濕熱 很濕熱 所以你在一個這樣的反治的地方 每樣東西都是靠客 以恐嚇 以愚昧人民為樂的一個政府 而人民又比他這樣 是無弄 那種生活是很難跟這個比的 唉 明白 這種抑壓的氣氛 現在在香港就不幸 已經開始成形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就立即開始推動一種新的氣氛 反恐 是 現在在香港 不知道哪些人最恐怖呢 是三萬多個恐怖分子 要說是七百五十萬人都是恐怖分子 當然不是啦 是九千多萬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徒 就是恐怖分子 是啊 將新疆用反恐的名義 其實利用反恐是亂說的 總之不合心腸就是恐怖 即是恐怖分子 沒錯 恐怖分子還恐怖分子 大家也聽到這些天下奇聞 香港有甚麼恐法 有甚麼恐要法 其實要將香港新疆化 今天 他說 時代革命 但革命確定它是否違法之前 千萬不要看 有甚麼道理 彩距都是四婆 你拉就拉 說真的 看電影都有罪 甚麼世界 很老實說 我也不明白 時代革命這部電影 如何構成 有任何恐怖的成分 你中國也好 你香港也好 最喜歡拿一些先進國家的案例 來做自己的引子 這部電影 在加拿大也有做過 在澳洲也有做過 在英國也有做過 全世界都放影 全世界都放影 最後現在來到香港 還在全球網上公開播放過 FBI CIA 或者軍情六處 有沒有將時代革命定性為恐怖的電影 電影 我想請問是邏輯的問題 很簡單 叫人不要看那個人才是恐怖分子 由他散佈恐怖氣氛的分子 對 蕭澤營我想問 根據甚麼法例 你叫人不要看 根據甚麼法例 你說香港不是警察社會 是叫做甚麼 他說警察社會 他就是未經法律程座 政府用行政手段強額控制人民的大小生活 生活的模式 但香港一直依法治港 依甚麼法呢 我們Airtime很寶貴 其實就不要用他的邏輯去解釋 是沒有辦法解釋得到的 路總 你最怕遇著甚麼 你遇著兵 你受彩遇著兵 你受彩遇著兵 只是一隻豬跟我一起上床一樣 那隻豬都聽不懂 你也想不出 一樣是那麼骯髒 所以我就覺得 根本沒有道理可言 而路總 我回答你的問題 我可以回答 他一定有法律可以抓到你的 那個就叫做國安法 但你拿國安法抓到你之後 他就好像那些35加7 初選那些 47人案 對 就把你們放在監獄裏面 放在監獄裏面 問你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然後好像現在 去到2023年 才開始審 你都未審 你已經坐了兩樓多 你想想 他就用這種方法 然後嚇唬你們的人 用愚昧化 捧些豬肉佬出來 你寧願看豬肉佬 做一個肉類切割園 好過看時代革命 我不告訴你 看時代革命 不會有罪 你覺得有罪的 你就不要看 那是甚麼道理 即是沒有道理 是呀 完全是 第一你要定性 那套戲是 違反了電檢條例 你講清楚 你不講 你現在還未確定 他就不會違反一點 不好看 這些這樣的 即是反制 兼加恐嚇行為 根本香港已經是 警察社會有得 現在還有一條 叫做反恐熱線 6333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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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字都壞了 即是十屆裏面 現在六九 千萬不要麻煩 他們最喜歡 擺六九 擺出來 他心裡想些甚麼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親戚 去到你家 借用你的電腦 一看 哎呀 你下載了時代革命 1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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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立即在舉報 蕭長官 阿 mustache 我發覺了 阿表哥 阿表哥他竟然在家 看到時代革命 這個肯定是黑暴 然後才說 然後又跑錯 阿我想請問到底多少獎金 哈哈 最高得出80萬 你可不可以給我 最高的那一個 對呀 是呀 這些這樣的社會 根本就是中共的文革 篤灰 根本就是一個 不是人住的社會 當它製造了 информ study 所謂大家 要不需相信民 boatnot 不然你就疑問 他有四個字 見疑即報 即是見到可疑的東西 就立即去報 甚麼是疑呢 是呀 怎樣的解釋呢 是呀 那個疑是我眼睛看不清楚的疑 因為我老花看錯旁邊 疑字真的很可疑 沒錯 而且他在他的記招裏面 那個蜜蜜老師說過幾次 就說你們的司機 你們的掃地清潔工人 總之很低下階層的人 他將他的工種點出來 如果你們見到 有些可疑的東西 你們都可以去報警 換句話說 你生活得不好 你生活得不合意 食物鏈裏面最低的那幾層 毒灰 毒灰你就可以有錢 就可以將你的食物鏈 提高給威高一點 食物鏈 其實就是那些資料來的 威豬的那些資料來的 我真的見到他這樣 用那種人鬥人 以及最基層的人 用獎金 鼓勵他們留意旁邊的人 去捕捉 而可以找到一口吃 我真的很深淡 製造社會恐慌 然後接著就說 某些人就是恐怖分子 其實說人恐怖分子 那些人就是真恐怖分子 其實他真的有文革的意味 很老實說 我最沒有任何歧視成分 現在剛才我所說的清潔工 食環掃家 不是歧視職業 是啊 大部分的工種都是新來港人士做的 見到你這幫港人 又開車又有美女 你就走進去買五金 步寸你 我就可以飛黃突突 這些絕對有以前文革裏面 鬥地主的那些感覺 有些基層階級 不是鬥地主 五十年代鬥地主 是鬥家長 是鬥老師 沒錯 是鬥你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 官員 是啊 這種慘無人道的社會 就要在香港 就是複製真是過份 我相悲的一件事 就是一些鄭雁雄之流 那些番薯屎 都沒有磨乾淨的大陸人 這些農民 這些沒有知識 全世界裡面 連中國都沒有出過去的廢柴 對沒有視野觀 用他們的低劣的知識水平 去管治一些高文化的人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擺明是沒有香港人 絕對是 現在還沒有人 之後說你是臭的 空谷分子 而那些 契弟蕭澤儀 鄧炳強 一個一個 包括李家超 不要罵了 你們這些飲英國人 奶水長大的 有機會做直立人 文明人的 糟糕 你給這些低等的 劣卒的農奴 污染你們的助奏為虐 幫這些食物鏈低層 去搞我們的香港人 你們這些混蛋 真是給雷劈 不要給雷劈 益了他 要賤返審訊 賤返審訊 將來賤返審訊 這些是 還有電意 電意也好 打毒針也好 到時審訊結果 我和你現在眼睛看得不清楚 不過要拿槍射 我怕射歪了 不呀 射幾槍都未打中要害 你明明先打幾槍 最後一槍調校準時打中要害 不要那麼殘忍 總之交給戰法法庭 有定奪 說起香港公務員加薪 最近的方案 剛剛都是一個多月前才提出來 行會在6月初 突然間 將在疫情上拔了下來 是 即是不討論 林鄭的任期就好到6月30日 現在都6月10多日了 形勢 即是說林鄭怎樣 即是不想通過 你以為你是比辣多嗎 難怪老師 是的 洗手 最高級公務員 即是頂級的 7.6 7.6 那些低下的 2.9 2.93都不到 中間是4.多 4.多差不多 5個百分點 為何會這樣分法 物以類罪人以群分 我想現在就肥上修下級邏輯 即是香港公務員 當然是永遠 人工已經肥上 不僅此 現在加身 加幅都是肥上的 那些官員 如果按據他們的看法 即是7點多 每個月 差不多 差不多 6-7千元 哇 還多過一個很普通 很低身的食環署員工的月薪 很多 就是他加幅 剛剛香港裏面 陸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光顧過 那個叫做優資良品 有 全線都接了 是全民還是事實 事實的了 即是全線都接的了 是 即是這些的店舖 即是沒有了自由人 來到之後就收皮了 但是那個問題是 其實伯業都不是那麼容易 是 那你現在伯業蕭條 或者很多人都在貧窮線 百多萬人 掙扎 是在掙扎著 那麼 現在那個失業率 去到5點多個百分比 16萬以上的人是失業 那 為什麼你現在公務員 你帶頭要做一個家人工的情況 而很多其他的這些工種 都是 直接出不到量 工都沒得做 就要根據你的幅度去做 是的 那你這樣搞法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環球的這個 極不飛沈 是 哇 那你香港的生活指數 豈不是很難停嗎 不是 那公務員現在這個時間 這樣加新的信息 其實就跟社會 一般大造生會 成為很大的反差 沒錯 這裡說香港社會 是 如果跟中國比較 中國現在不僅民不聊生 你直接說 官不聊生 哇 看到你這些殖民地的 港英的餘孽 那些餘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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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百分之七點多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令到中國的很多同胞都眼紅呢 正眼紅 正眼紅 正眼紅了 是的 所以 即是有這樣的說法 就說 喂 慢著 中國現在基本上 經濟就是大崩盆的進行式 那你香港從加新 一個高官加7點多% 哇 你那四十幾五十萬一個月人工 一加七五三五十 哇 正是加幅到十六萬 是 大陸的官員 你們又不要這樣去 恨這些幾十萬的錢 雖然你們萬多二萬元薪水 但是你們這群人 外面吃好的 穿好的 即是非月薪的人工 沒錯 即是收入比自己更厲害 你不要恨這些 頭期一個官都十億八億 是吧 即是怎麼夠你們的錢 女人又多羅羅 各個省份都面佈 哦 不止有實質的金錢利益 還有一些人的利益 沒錯 所以又不可以這樣給的 大家的出糧的制度不同 面的浸泡和底的浸泡不同 即是這些公司有幾本賬佈 你不要只說面上那本賬佈 下面最底下那邊才是真的 沒錯 但我反而覺得老中有一個問題 現在她不談 即是不談一個加薪 即是不用加 是的 還是她擺明 即是開頭林鄭月娥 就說拿了扒 還有這個1416 是吧 即是拿了扒 即是說我們一定要這個現界政府 會配合來界的政府 即是一定要順利過渡的 幫我們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看來看勢 滑他的機會會多 即是說將加薪的波 就踢回李家超 你淒落後你搞亂 你想好他了 加超 但是公務員就說 喂 怎麼搞的 你還要這麼拖 不過這樣通過了加薪 好像有back pay 是嗎 是嗎 是不是有back pay 可以dayback回頭 是嗎 dayback回頭 例如4月1日 香港財政年度 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什麼時候加 總之最後還是加 不過公務員不換一件事 社會大眾覺得 現在全香港都百業蕭蕭時 那些公務員十八萬不斷肥 即是說官又得罪 民又得罪 這個不止 連公務員也得罪 為什麼呢 這個分分鐘是挺韻劍的 計時債懶 首先 如果你真是按據 他現在加幅的percentage 根據他的suggestion來加 那就能得利盡肥堂了 因為你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那些官 哇 一加加7.幾個percent 三十幾萬 四十幾萬人工 加7個percent 那你也可以計算 每月多多少錢 那好吧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那些市民 在過去2022年 這個武漢肺炎的肆虐大爆發 香港死了近萬人 是吧 很多人沒有了工作 家裡那座dining table 旁邊沒有這樣的人 跟他們一起吃飯 那有很多的family 很多的household 受到這個影響 這些PK 我家裡死人 李魯蕙 你還在這裡加薪 你總是大魚大肉 那絕對是製造矛盾 是 如果你看到市民的臉口 今年都是與民共渡時間 一起凍身 那你就十幾萬的公務員 加上高官 翻桌 每個人都不高興 好啦 你如果加上高官 七點幾個巴仙 那些低級公務員 食物鏈最低層的人 加上2點幾個巴仙 又很不公平 又不強 是啦 好啦 不如我們畫一 跟這個低級公務員 那些食物鏈低層 加上2點幾個巴仙 那些公官又不強 即是 著著都不行 著著都爆炸的 即是你叫李家超 咦 踩哪裏 是啊 即是李家超 如果到時他上任之後 又不去收買人送話 那他即是 即是樂不打三家 因為他的Honeymoon period 林鄭計得很準的 你即是說真的 那些一埋手 立即有一些負分 令到民怨會 Generate 出來 那他當然會開心 他最開心的就是 看到你仆街 當然仆街就是最重要 而他最想見到的就是 他每一任的特首 我們都覺得前一任的特首 比金任的特首好 是 當你在下一任的特首 你覺得李家超的表現 竟然你懷念林鄭的時代 那他便會贏 習到了 以林鄭已經這麼蠢 這麼垃圾的 這個performance的時候 如果人們都覺得 林鄭比李家超好 那他便覺得 我都不是那麼差 是你們不懂得看我 死不死 這樣就彈到習近平 你看你選擇什麼人 是的 又兜巴聲 哇 哇 這一條 一石N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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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什麼 一鳥多石 一鳥多石 一鳥二石 他對中國成員都有貢獻 這個都是他的任內政績 是的 食肆動畫狼 叫做一鳥二石 所以你估計 是不是只有公務員 加薪的東西 是煽 家超呢 我覺得當然 陸續會有些東西 會不會來的 疫情那裏都可能有些詭異 最後這幾個星期的疫情 究竟他想製造一種 我越來越幫民眾著想 又放鬆 誰知其實香港現在的數字都好像在上升 又或者他弄到又再爆多次 領導人又來不了 是的 是 七一這壹事 是的 李家超就是七一 上任又沒有面子 又得不到領導人的親身 來臨的 blessing 是吧 女人想的東西是很毒的 尤其是這個臭女人 不要說女人想的東西 是林鄭 你不要得罪所有女人 就不行 你家裡另一半都是女人 是的 有時想你都挺毒的 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 得罪了 得罪了家裡的一個 你家裡的家法時候 不關我的事 你先得罪了 女人不要 但是我補回票 你不得罪他就很可愛 哈哈哈 這句對 寶都飛了 老鱷不貴 老江湖 這個家新這壹事 其實看到香港官場 玩東西就玩到出執 是啊 但是其實 最根本就是民生問題 要不要解決 你現在的行業 你的社會大眾的怨氣 你不用一個好的方案 去解決 不過林鄭現在最後 他又怎會跟你想 他想到出來 便宜你李家超 於是 這一個月 香港就是條條性 每社會 唐英年都是條條性 所以當然 我不是很同意你一半 不同你一半 另一半 因為林鄭根本想不到 不是她想想 但是由於她亦都想不到 她實在更加順理成章 怎會幫李家超 是吧 但是回應 中國的領導人 最希望見到的 就是香港正通人和 正通人和 但是可以告訴你 世界每日之時 地頭爆破之日 在香港裏面的政圈 只要每一天 不是我們民選的機制出來的官員 可以告訴你 這一把一憂之樂 原本都是以利益掛稅的 這些契弟 只有勾心鬥角 為何你的芝士蛋糕 有車來指 為何你的黑心綿蛋糕 比我這麼多借你 為何我杯奶茶 只有這麼多 你的奶茶就這麼滿 為了這些形頭小利 大家一定是勾心鬥角 你如我渣 互睹 貝仔 公心計 這些是沒辦法的 為何 因為你近了中國多 你就看到她的恭維劇 那些甚麼康熙大帝 好學不學 好學不學 那些甚麼恩還傳 整個中華民族的基因 就是在那裡鬥 就是要互戀 然後大家互咬神囊 互睹眼睛 然後得到主上的恩寵 不能變的 老總 基因問題 民族問題 這次不要經常說 大陸 香港都是同一副基因 都是那副基因 加薪這壇事 的確看到香港的政壇那種 內部那種 深不見底的一些鬼計 鬼計 最毒林鄭虎人心 我補菲才加林鄭虎人心 那好些 你有條件性限制 林鄭好些 始終我們媽媽有女人 老婆有女人 你怎能得起 除了這壇事 香港最近西九故宮博物園 故宮博物園好像都開張了 是啊 那個收費呢 五兆東西 是 五兆東西 五兆東西就普通 但是傳館那隻一百二十元 就是中港台最貴 是 而且它的預算是三億 每年經費 哪裏賺得那麼多錢 我可以告訴大家 西九文化區是一個騙局 為甚麼這樣說呢 西九文化區 未開張就被你騙到 大家 今天 我們在2022年6月9日 立下一個時間落 何老總見證 西九文化區不出兩年 又要攤大手掌 又要問政府拋水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第一 現在這個情況 你又斷絕了和外局的通關 等其內我個人都來不了 還有內部徵即是熔斷 對 內部徵即是熔斷 大陸甚麼時候通關 大家都不知道 大陸現在的經濟 好像我們大家開頭那樣 能得來橡皮糖 X個納玉 還有懸槍 又不是廣告 那不是廣告來的 只不過是借用的 你快點找我做代言人 懸槍 我現在回來了 你想想 將來的自由人的人數又會怎樣呢 隨著大陸裏面的政治的不明朗 限制人民的出境 就算出境 是不是准帶這麼多錢來消費呢 大家如果仍是依賴自由人的旅客 而大王的香港的白業 其實想也不用想 好啦 你本地的人 又有多少人會 滴起心肝 又去光顧 看看故宮的儀成啞吹 歷史文物 老總 除非他不讓我們香港人出去國家 是 有得開 你會不會去台灣的博物館呢 那個好像 又真又多又原汁 沒錯 老總 又便宜一點 沒錯 那麼重要呢 就算我們給外國人的價錢 都更划算 是啊 然後還有人家有個故宮南苑 哇 整套 一套又開 在台南 我們可以在台北看完 然後我和你去吉家莊 吃完東西 然後我們去臨心不露 是 就喝了花酒 是 翌日早上寫它 就搭回過人中打車 不是 更靜 喝啤酒 所以我一定要更靜 否則你老婆就會說 你老婆台灣原來有這道東西 啤酒而已 啤酒 台灣啤酒 沒有 算了 那些是八十年代的東西 過了 你想一下 我們不是整套都玩了嗎 是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留在這裡 看你的故宮的東西 第一 別人的故宮博物館在台灣 對 那些就去北京看 是啊 而且就算是北京 對台灣 你不覺得北京或者是好 香港也好 它沒有一件名牌的照片 就是一些明星展品 你會覺得它 沒錯 是嗎 就是看家本領 沒錯 現在你好像是做一堆字畫 你又不認識它 它又不認識你 故事又不明確 是吧 就是你沒有一些很獨特的product story 出來去介紹 吸引你進去 這條叫我靜醒你的 那些阿嬸 你認識一條毛嗎 你講講文化 走開吧 你那些小姐 是吧 這樣的情況 是吧 那你吸引不了人進來 人流又不多 你收的錢 又貴過人 又貴過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 西九文化區 第一就是騙局 故宮裏面的文物 有多少人可以真的告訴別人 那些真真正是真事 現在很多人都說剪得出來的 是複製品 很容易 都沒辦法 太監拿了東西出去賣 然後到老長要撤退去台灣 他的鑑證專家都拿了好東西 垃圾就丟下 剩下給你那些共匪 你那些共匪之後 還有那麼多的假物 硬品在世界裏面 走來走去 你現在你扔下來 騙我們膝蓋 不懂辣椒醬嗎 不要說辣椒醬 如果就要看古宮 北京台北都未夠 大英博物館更厲害 不是說最多 但是最堅 最堅 另外 現在他也說有赤字 又說不夠錢 是的 又辣疫情 過了兩年疫情 這些大花童 1500萬 都要買一張壽司桌回來 做剪品 那多少錢夠你去買東西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他那個bord 我們沒有人監管他 不是唐英年看著嗎 唐英年你信得過嗎 唐英年你也信不過 即是你條條性 真的條條性 唐英年又要跟誰報告呢 那現在是大陸那些人報告 你以為是林鄭 你現在知道報告嗎 你要知道 老總 我們現在的很多藝術品 是拍攝錄彈彈回來的 嗯 對嗎 那好吧 我是Agent 你是唐英年 那你又烏水Sir 跳跳蜜 那我就想你 你看看那朵花 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來的 很值得買的 一千萬 一千萬 唐英年 四千萬才可以 但實情這朵花 價值在哪裏定呢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高呢 任你說 那個拍賣行 抽涌 介紹你的Agent 拿錢 賣家又惹水 香港政府的納稅人 就做冤大鬥 埋單 是吧 那些錢 不知道就去了哪裏 那條條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否一個 無底深痰 是吧 甚至好像看包龍星那部戲 包大人跌倒 那個蝦 那個蝦是重心 你的錢怎麼跌 你跌不到 你說我有沒有說錯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是嗎 我猜香港故宮 香港西九故宮 就是死於國安法 一定 因為國安法令到香港沉了 那這個 你就心不奉事了 你又沒有人來 你又沒有人來 第二 你是刺貨中的刺貨 沒錯 第三 你的管理和整個 又不透明 對 沒有水平 又沒有水平 唯威唯 那些阿姐說是呀是 那你又不能挑戰她 她說我認識你不認識 那你放一張豬肉袋 千五萬號嬌底 那你怎麼跟她爭吵呢 是吧 所以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死定的 所以可以告訴你 我老可以分析 兩年之內 又再吞下手掌 結果香港人就不斷埋攤 嘩 變成了香港的西九大白獎 不如改名吧 所以任何香港現在搞的那些 project 全部都是新手黨 包括海洋公園 高鐵 新手黨 西九 個個都是打劫庫房的 那這些的錢這麼好賺 整班的利益集團加上大陸的人 一齊一齊就最好 現在他找那些 有七八五十萬韭菜國 有他運那些的剪品下來 他說又要不知什麼 剪品完之後又要冬眠 又要什麼的condition 那條數報出來 你不是要埋攤 又是要埋攤的 是吧 那你想一下這件事 你講的騙局都挺 不如這樣吧 香港政府 你講的粗學禮就拿去 拿去 拿去 現在其實是打劫 香港人就希望你打劫了才好 但現在看來就搶劫 還要終身打劫 其實老總的根本 軍心究底 搞不搞這件事 你問我 我覺得是值得搞的 但是 不過不是這樣的形式 不是這樣的形式 真的用一些適重的人來搞 幾多年以來 西九那些全部聰明的人 被你全部都趕走 記不記得西九故宮的誕生呢 是一個非常詭異 非常不符合正常途徑的形式之下 是橫空出世 是好像天外來客 西九他應該改名是西九UFO 簡直就突然 原人降落地球 他好像突然之間說 整就整那隻 是啊 一夜之間而已 沒有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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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立法會 然後就找蔡馬會來過招 是 過招一動之後 然後就 是不是我懷疑 香港有人同 中國大陸的利益集團 權貴集團 打通天地線 那肯定是這樣的 但現在這樣找香港人埋單 就不公平了 那不找你香港人埋單 難道找你加拿大陸 那就擺明 你的編局一開始 還未出世 已經是要來困香港人的錢 沒錯 沒錯 還有呢 我都很希望香港的家長 醒目一點 其實藝術 是真的要從小培養的 藝術 文化歷史 也要從小培養的 你現在想想 當我們什麼都不懂 對這方面完全沒有認知 是吧 我們的子女 在這邊上課 每個人都學藝術 教學如何 有很多的藝術 有很多的藝術 帶去Fullchip 大家就算不懂 都說得兩嘴 是吧 我們對這些完全沒有任何的認知的時候 你現在搞這些東西 我們都沒有辦法辨認真理 你的錢的價值就有你來決斷定 到最後 這些的文化區 什麼博物館 只是淪為一眾港女去打卡 Cheers 那些放上網的打地標 Hashtag的東西 這些的問題 那豈不是被人打劫 最關鍵都是 明不正言不順 這個身份可疑 第二 實際上你的水平就是次貨 現在就擔心一些劣質的官員 去管理這些 要頂級人才去manage 就是林鄭光 處所 沒錯 如果我們看以前Navix 所謂的Crown 英女王都有很多珍藏品 曾經英女王的珍藏品 有一個鑑賞家 有一個manager 幫女王入貨 她是私人珍藏的 幫女王入貨 亦都是在她很多博物館裡 大家懂得做什麼的東西 很多女王的信任 怎料end of final 她是Russian 俄羅斯蘇聯的間諜 詳情大家可以看回以前 即是那個Curator 或是策展人就是間諜 是的 大家可以看Google這份歷史 但為何她得到女王的信任 那個人 連女王 見多識廣 一世人一出世 各種東西拿著都是古董 見親的東西都是文物 都可以捆到她 埋到她身 做她的 即是旁邊幫蘇元老 拿情報的一個人 你想想 那個人的Nature 要懂得多少東西 我不是看少唐英年 而你只不過是一個 生在一個有錢家族 含著這條金鑰匙出生的 一條廢柴二世祖 說真的 你又懂得毛嗎 即是你不找你笨 就算你唐英年 不在這個利益集團裡 分一杯筋 找個傻子 弱智白癡仔 唐英年 比劉六八九 玩到一棟都沒有 低能人 我不困你 對不起自己 老總 是不是 唐英年 以後不要再說條條性了 是嗎 這樣的弱智仔 我不困你 對不起老闆 是不是這樣 好像天生就要被困 真是可憐 你說她含著金鑰匙 其實是金鑫匙 OK 有含著鑰匙 可能是金鑫匙 你說我講的道理 你認為那個弱智 就算她真的沒有份 旁邊的圍內的人 就不困你 那條數目 你怎麼計算 我又不太同意她沒有份 是 她也可能是持份者 利益 即是地下利益持份者 因為一定有很多人埋她身 她一定牽涉很多很貴重的 所謂文物的一些買賣 或者是要搬來香港 中間有多少談判 多少討價還價 價錢各方面 不可能無知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要看著一件事 就是早幾年大陸有很多的 即是急升得好 那些什麼大吼仔 那些埋到天架 但是那些的 不過那些不是文物的 那些是藝術品 藝術品 大吼仔 第一樣 那些是用國文軍 是的 沒錯 文哥華也有大吼仔 是那些行為藝術來的 你問我 那些藝術成份有多高 我就有很大的question mark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都見到 中國有一個新興市場 錢多 當然要推一些 他的藝術品出來 就炒高他 炒的東西 就是跟馬玩具一樣 今天你值錢 明天就是 即是海鮮時價 可以大上可以大落 除非你真的有些 歷久常身的一些的展品 蒙羅麗莎的名笑 那些真是天價 那些就是供應的 那些是有歷史供應的一種地位 那不可以跟蒙羅麗莎比 你真是 影衰了蒙羅麗莎 為何達文西見到你 哇 你這個陸奧這麼厲害 你這個陸奧麗莎的傻笑 變成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由這個藝術品西九故宮 又說到加拿大 加拿大好像安省最近有禽流感 難怪不知不見了那些鵝 鴨 不是 我們BC沒有這件事 現在是安省的事 搞到那邊 那些先家禽供應 就是告急 你知道唐人 燒鵝 燒鴨 還有白切雞 還有酒地的那些 是是是 好像立刻就好像不太覺 就是很緊張 供應 我記得今個星期六 我跟我爸爸打算訂酒席吃東西 那他們那些什麼套餐呢 他說不要吃鴨 有禽流感 就是供應地有禽流感 是的 就是這個情況 好像是貨源都好像很緊張 據稱老總好像是殺了百多萬隻家禽 是啊 這支求來金跟香港一樣 為了避免它繼續傳播 這支求來金是阻止不了它 它到處飛 所以見到農場有 就一定要就地蒸發 對農夫來講 有很大的損失 這些政府會有補貼 不過問題呢 政府補貼也是損失的 不過損失的 就是減輕 最關鍵的消費者 就是一段時間 就有一些活禽 就供應一滴 你看 你這樣殺這麼多 加上整個氣氛 氣氛都恐慌 好像唐人就特別緊張 吃就不是緊張 禽流感 蔓延的問題 是啊 因為他們喜歡吃新鮮的東西 是啊 要吃鮮雞鮮鮮鮮鵝 他說這樣吃得它的真味 我就覺得很大的詢問 是不是真的 說真的 即是 可以吃到一個差別呢 急凍的那些 很委屈你嗎 是啊 是嗎 其實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要了解到 當人口越來越多 人和這些家禽 動物近距離接觸 很有機會 就會變相 產生了一些 變種的病毒出來 傳染就一定是快很多 既然是這樣 外國人或西人 他們習慣了 就是中央屠宰 屠宰了 然後就 立即急凍 急凍了它 然後來買 有好處的 第一 我們不用每天都只顧買新鮮雞 買幾隻放在冰箱裡 事實上西人都不是每天都買 每天都上街買菜 一個禮拜買一次 整兩次 都是吃冰鮮的東西 是啊 即是凍床的東西 你看看那些超市 那些急凍櫃 多大多多 整個部門都佔成幾千隻 都是這樣的 你們習慣吃新鮮的東西 還是吃冰鮮的東西 多數是冰鮮的 我們都很難吃新鮮的 是啊 第一 我們家人口少 第一手無鮑雞之力 分分鐘給它 怕煞煞煞煞煞煞 第二 不吃糖 第三 這麼複雜的工程 不如我跟老哥做節目 還簡單很多 沒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些影響唐人會多 甚至亞洲人裏面 都是做了唐人 唐人特別喜歡吃活琴 要生湯 要走地 那種要求好像 在香港大陸 你走地就沒有問題 但是來到移民社會 是不是應該 有香隨俗呢 第一有香隨俗 第二應該轉變一下飲食思維 要適應一下 這個地方有些什麼就吃什麼 一定要在那個所謂 一定要吃自然的 沒錯 而且坦白說 你如果鮮琴 和冰鮮的 價錢又差一些 是 是不是現在 百物騰貴 那些invasion 哎呀 不如 升到媽媽都不認得 通脹那麼厲害 吃冰鮮的那些好像做花蒜 對呀 質量沒有什麼 不妥 是啊 是口感 是否可以調節一下 我又真是 你做那麼多的飲食節目 是不是真的 冰鮮的那些 還要靠烹飲技術 不是就這樣 冰鮮拿來咬 如果你說白切雞 是 就真的有一個影響 是 就是你始終的肉質 各方面的東西 但是為了大為整體的利益 自己的健康 是吧 就是人類的福祉 那麼 這一種的 吃少一點 又或者是 就是你減少一些的 的 demand 是吧 其實這個市場 就會自然會調節的 是吧 那是不是世界會好一點呢 我想所有的華人 都可以去想一想 還有要想想一些 可持續的 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是啊 即是如果你中央淘宅了 我不知道它這次 是不是因為有 活家禽市場的供應 所以它要殺那麼多 其實如果這些流感 殺完了之後 然後冰鮮完 煮熟了 其實是否其實都會 不行的 都是有問題 就是等於我們蜂牛症 一樣的蜂牛 染了蜂牛症 那些一樣要殺 明白 那這個 它不是擔心 你煮不熟的問題 有擔心你運輸的過程 是 哇 立刻就糟糕了 明白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 那人也不需要殺那麼多 如果是冰鮮的 是吧 對嗎 那心理上是過不了的 如果有 有H1 什麼禁 現在是N1 不知是N1 還是N1 忘記了 是的 但是Anyhow 心理上是有問題 不過改變一下飲食酒 以及加拿大美國 飲食的食譜 多如天上的行星 任你選擇 今天吃意大利餐 明天吃希臘餐 後天吃唐餐 然後星期四 我又吃泰國餐 然後星期五 我又去吃越南餐 哇 一個星期七天 都還沒排完 沒錯 七七四十九都還沒排完 就是這麼多餐 任你選 是啊 那真是很可憐 又殺了百多萬的 這些加禁 心靈淘炭 那真是 唉 希望快點過 但有一件事 我就很想跟大家說說 當我們加拿大 有Monkeyport 好像Monkey 那些在 那些叫喉斗 又有一個 禽流感 在東邊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很少人 會再關注 這個所謂的COVID-19 武漢肺炎 不是小人關注 而是根本就是淡出 在加拿大 而在香港裏面 日後都歷久長身 一會有十幾個變種 一會有戴多少個口罩 不戴口罩 長期戴口罩 又怕會影響免疫能力 有這樣 有嗎 戴口罩會影響免疫能力 長期戴口罩 科學根據 是不是在自然雜誌 是不是在哪裡 不需要 英倫什麼雜誌 專家中的專家 哦 你的專字 是旁邊有個石字加進去的 是 他說的 那是這樣的情況 仍然在擔心著疫情 擔心著小孩會不會中招 應該出去 怎樣去防感染 仍然在這裡有什麼限聚 我真的覺得 已經有第二件事 我們要關注了 沒錯 這些事情 你拿這樣的流感 來不停在這裡嚇人 限制人民的行動 管制香港人的行為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無陰功的事件 其實就不是對付病毒 是對付人民 對付百姓 是 借病毒之名 以病毒的名義去 管制人民的行動 是的 去侵犯人類的基本權利 這就是獨裁者 暴政的政府是最擅長 也都是玩得最出純入化 很不幸香港 跌入了這種模式 不過就 要看一下事局發展 好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麼多時間 多謝各位網友所愛 下一集再經 拜拜